先邀请部长 部长好 上礼拜我们在打询的时候 您就有提到灾害潜事图 那其实我相信很多国人 也是不了解什么叫灾害潜事图 首先请教一下部长 灾害潜事图的法源在哪里 现在有没有法源 现在是这样 这个里面的淹水地 淹水 一淹水的话是水利法 土石流是水保法 现在比较为难的是 玻璃灾害断层 这个地质法还没公告 所以其实散落在不同的法 对 然后也甚至有一些地方还没有法 不是 灾害潜事图这张图呢 还没有国土计划法 对 所以这里就是你一直提到国土计划法 它是它的上位法源 也就是这一张图 你把所有的图套叠起来的时候 这是一张所谓的灾害潜事图嘛 所以我 这是新北市的啦 只能公布 不能公告 对 好 那现在问题啦 不管你公布公告 拿清净的案例嘛 对 你没有讲清净要处理啊 是 要去会刊啊 是 然后针对那些可能有危险的也要拆除啊 是 对不对 所以问题啦 民众搞不懂 这一张图 灾害潜事图 它的作用到底多大 法源在哪里 管制基准在哪里 完全没有一套标准哦 完全没有 我随便拿一个啊 这个 我们拿一个新店的好了 嗯 这是在 在都会区周遭的 有山坡地的地方 对 这个有一些是顺向坡嘛 是 对不对 有一些是 你这边提到 有一些有土石崩落嘛 嗯 哦 有崩塌嘛 沿体滑洞嘛 顺向坡嘛 全部都显示在这张图上面 没有错 很专业 可是后面的问题来了 你的法源如果没有 你拿这张图去套的时候 你要叫民众做什么 我问一下部长 六个月前 你说这张图已经ready了 完成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 事实上不止六个月 这一 这长期我们在推国土计划法 让它赶快通过 对 可是 我不反对说 这个为了民众 为了这个土地上面 为了土地 为了国土 为了民众的安全 你去做一个 对民众财产生命安全 有保障的 潜事图 是 但是这一张图 如果你要落实 要执行的话 对 你的配套没有的话 接下来后面会是一团乱 我几个简单的 的这个问题来 来问一下部长 我刚刚看这个新店这张图 我请问 如果套落在 所谓的灾害潜事地区 的土地 你要怎么处理 你是要收回吗 不可能 不可能吧 那民众可不可以要求政府买 收购 因为他觉得说 我既然坐会在这个有危险的地方 我不想住了 好 然后到底标准在哪里 这一些潜事地方应该有分级啦 好 不同的杂害程度 当然 他能够住人吗 能够有住宅吗 还是只能有农舍呢 还是可以种树呢 还是只能种果树呢 所以这一些标准 全部要整合在一个项目底下 否则的话 绝对会发生你刚刚讲的说 这里面有水保的啦 有林务局的啦 有国产署的啦 搞不好还有原住民的啦 那到底要以谁的为标准 我们完全不知道 我们今天把所有的焦点放在清净 我告诉部长 重点不在清净 如果你这张图套下去的话 重点是在住宅区 那边有大量住宅的地方 没错 所以这张图公告 假如国土计划法通过以后才会公告 对 公告以后我们就要修正都市计划 修正区域计划 修正都市计划 修正这个所有东西都要跟着改变 那这里面会有很多配套的 第一个当然会要有国土保育基金 来支应这些相关的因应 另外呢要推防灾性毒根 就说这些住宅危险地区的 如何逐步的把 把它这样子慢慢地把它调整出来 所以它有一个非常 我今天的重点 我当然相信你的远见跟你的理想 可是你今天不是李教授 你今天是李部长 这一张图你可以说 在强调公布跟公告的差别 可是对一个老百姓来讲 我管你公布还公告 我看到这张图 这张图已经在你们网站都有 你自己也讲网站都查得到 甚至你要拿这张图去套用在清净 所以老百姓要问你说 六个月前已经完成了 然后你选在最近 告诉大家 其实你在网站上也公布了 但是没有对外大事宣扰 所以现在问题来了 如果在浅市区内 六个月内有多少的交易 土地交易有多少 营建署署长 我请问一下 六个月内在你的套图内有多少土地交易 这一些土地交易的人 当事人他会不会怪政府 对不对 我这六个月交易了 我根本不明不白嘛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会买到一个灾害潜似地区的土地呢 然后我买到了我可以做什么 所以我说这不是公布跟公告的问题 这是一个如果你的政策要推动的话 你要有配套ready的问题 这个配套是一个非常完整的 现在第一个 国土计划法要是没通过 它根本没法源 我无从公告 对 没有法源嘛 对啊我无从公告 可是现在已经引起一片 大家认为说 这张图可以来决定 我这个土地怎么用 我这个土地将来会被怎么用 就是国土计划法 甚至要怎么样受到约束跟管制 所以我刚刚问管制基准在哪里嘛 署长 管制基准 就是你要讲 你那个部长 管制基准在哪里 你根据这个你检讨区域计划 检讨都市计划嘛 利用区域计划都市计划 你检讨土地的使用的这个标的 好 那检讨完之后 上面现在有住人的 有盖房子的 所以你就是要开始提防灾型都 跟开始 开始要做一些 这后面的配套其实很复杂了 我这样讲好了 这件事情 事实上已经发生了二三十年 三四十年 只是过去我们从来没把它整理出来 今天我们只是给你一张体检表 你现在体检表出来以后 你就要去看医生 开始要提出方案 开药方 后面还有很长的事情要做 我也没有那么天真认为说 这件事情二十年能解决 部长那现在谁是医生 现在有分科的啊 有 那要看内政科的 还是要看农业科的 还是要看什么科 有地质灾害 有淹水 有土石流 它的每一个科都不一样 但是我们能做的是什么 让 主管机关现在到底是谁 因为我 我其实看到 过去这一个礼拜 你们的对话 不管是你跟院长的对话 还是 还是地方政府跟内政部的对话 我的感觉就是我找不到一个主治医师啊 主管机关一定是 我们现在是假设这张图有公告 公告 这已经公布了啦 你已经公布了啦 那你公告是说 接下来有法律动作吗 公告我就会要求 各地方政府就要开始 检讨你的区域计划 都市计划 这是有强制性的 那现在民众可不可以参考这个图 这张图目前 这张图有没有参考价值 当然有参考价值 所以它就会影响到人民实际的 最实际的土地交易 没错没错 对不对 那这样怎么处理 民众说 你跟他讲说 这个现在还没有法源 也没有法律上的强制力 那但是你要说 这个有参考价值 那民众到底该如何适从 他是应该 follow你这个房在前市土 来买他的土地吗 还是不应该 可是他一个重要的 他可以把它当作一个专业的参考 依据 专业的参考依据 对 但是 某年某月某日以后 他变法律的依据喔 他假如国土记号通过 他就会变成法律的依据 但是国土记号就是你要推的嘛 所以我们必须假设他会过嘛 我们现在就在推 但是就是我们希望立法院假如这个会期或是下个会期 让他通过 我们才有办法往后推所有的配套 那你其他各部位的配套都OK的吗 你包括你提到你刚刚是讲那个基金 那个基金要准备多少 一千多亿 一千多少亿够吗 那一千多亿是 十年一千亿 十年一千亿 那这个一千亿拿来做什么 做说你要万一有受到约束 受到伤害 所以政府可以帮忙买回 是这样吗 不可能 那不然这个基金要担什么 这个基金我是觉得这样的 你要是说要政府用钱来解决所有住在高危险地区 那是不可能 那民众自己解决 所以我们就是要推防灾型都更 防灾型都更有几种 有一种当然你可以限地去做 可是有一些是你可能它根本不能住的 比如说这一些波地 有一些在波地的 如果它灾害潜事的危险度很高的时候 你是不是要叫它搬迁 第一个要分类了 要不要强制搬迁 以后会不会涉及到强制搬迁 这个是以后的事情 除了会有很多配套嘛 第一个是这样子 它危险又分类又分歧 有的是可以用工程手段弥补的 这是一种 有的实在是工程手段 也没有办法弥补的 那我们就会跟地方政府讲说 这些真的要做防灾型都更 你就必须要找一块 国有地或是 前置的 底地一地吗 就是基本上就要把 就是它就跟都更就一样了 就要把权力交换 什么都要讲清楚 所以这后面需要有很多很多的配套 那在国土计划法实施之前 你刚刚所提到的这一些类似的政策措施 会不会开始初步去做 我们现在已经把它落实 就是把这些东西都已经把 其实你现在是以清净做案例嘛 我们已经在做嘛 我们已经现在在重新检讨全台湾的区域计划 已经把这精神放在区域计划里面了 所以它会逐步落实 不然我还是要提醒了 你这张图 百分之百 现在开始影响到 所有这些被你划到灾害潜似地区的土地交易 到时候会研发一个问题啦 这个不是我要把它划进去 因为它事实就是这样子 我知道啊 可是问题就是说 我现在就是说 你这个配套如果没有出来 即便在国土计划法没有通过之前 你没有相关的配套 或者你可以做的配套 而你没有提出来的时候 他根本不需要国土计划法做母法 就可以提出来的配套 为什么不赶快提出来 我们现在正在演你 因为这个东西绝对百分之百 影响到民众知的权益啦 这个配套 其实你要把它全部都要配套演你出来 其实第一个 它有短期的配套 有长期中期配套 有长期配套 我们都在做 但是其中有一大部分都不是内政部 一个部有办法处理的 那行政院有没有在处理 我当然知道 绝对不是只有内政部 现在国土计划法正在院里面在审 我们在审查的过程里面 我们会 事实上我们会 我们会跟院里面 把我们自己的 我们内政部能做的 先整理出来 其他部会要做的 我们到 其他部会是不是很被动 我看你很无力的表情 谢谢